比賽高麗菜鵝 我們可以讓一顆高麗菜煮到 十七八斤 十七八斤這麼大顆 好吃又有 是又大顆粗 好吃又有 所以每一年辦這個活動 我們很幸運 他要高麗菜 比賽高麗菜鵝的活動 會吃到不太太 也配合一個重要的活動 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雖然以前就知道有 這個高麗菜比賽但第一次來參加 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會震驚到的感覺 很爛 好可以看到 比賽現場評審是直接拿尺 來丈量高麗菜的直徑 一般的高麗菜大約是二三十公分 要種出四十公分以上的是相當不容易 今年的賽事競爭很激烈 就連去年的冠軍也再度參賽 成為很有地方特色的農產行銷活動 而除了趣味之外 吃不完的高麗菜還能夠做成酸菜包 換一種方式繼續品嘗 吃 inte太悶 Legends get the rest